说到古天乐那可谓是始于颜值限于才华中于人品 有网友称古天乐是只有太阳才能黑的人帅气的外表 让他在神雕侠侣之后就在娱乐圈或者风生水起颜值再现演技也再现 后来有段时间也曾被影迷制仪 为什么古天乐什么戏都接 这么不注重选剧浪费自己的才能浪费影迷对自己的感情 直到尔东生导演爆出古天乐捐款建筑的希望小学之后 打脸一堆人明星多做慈善 很多都是捐钱了事 而古天乐做慈善却是势必公亲亲力亲为 而且有时间就去支教 这才是真正的慈善人士古天乐的慈善基金会 也从来没有宣传过古天乐做的公益 娱乐圈内很多人都不知道 古天乐一直在建学校 别的明星有私人飞机 限量跑车 海滨别墅 而古天乐就厉害了有自己的学校 而且还那么多杜疾风 也曾劝说古天乐要少接戏 古天乐说我要拍戏 因为很多人需要我帮助 我想这就是偶像和明星的区别吧 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虚 而是去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做慈善成立慈善基金 是自己发自内心要做的 而不是为了炒作古天乐建了这么多学校 自己从来没尽用此事炒作过 如果不是因为机缘巧合 也许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他默默地做了这么多 所以说喜欢他完全没道理 但喜欢他却处处有原因 2008年的汶川地震 损毁当中最严重是小学校社 震撼全世界 包括古天乐童年古天乐成立 古天乐慈善基金低调行善 古天乐年轻时曾误入歧途 让他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因此他的捐款 多用作新建希望小学 全力帮助偏远贫困的孩子 让他们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第一座古天乐小学 建于2009年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腾县临景镇 此后古天乐小学相继在广西 贵州 云南 甘肃 四川等地 建起至今 据知古天乐已赤字 兴建107所小学 为了不让都复杂工程 出现在自己的小学里 古天乐都会派人 盯紧学校工程的质量 他本人还会秘密探访乡村做义工 差不多每次都没有通知传媒 除了兴建小学 据悉 古天乐慈善基金 还捐赠了18所医疗室 750口水教和小水利工程一座 对于古天乐低调行善 他所捐建的学校都命名为古天乐小学 原因是古天乐的捐款全是个人出资的捐到大陆 就必须要通过慈善机构 因此他找了香港慈恩会 慈恩会的规定是个人捐建项目 全部以个人名字命名 并不是古天乐的个人意愿 兴建一所小学平均需捐赠20至50万 入一所小学需25万 古天乐的捐款已达2425万 或以上的古天乐低调行辞的事迹传出后 有记者曾致电询问他透过经理人表示 只本着做善事的心不想讲钱 只要他还有能力 就会一直做下去 而在面对面的访问 风古天乐直抛下一句没有回应低调到底 相比那些每次做慈善都发微博 甚至连婚礼 搞成有如此善晚会的明星们 古天乐行善不求赞赏的善心 的确值得欣赏和敬佩 古道热肠美与兼天赐下意义 精淡乐善 好诗之名苦在美时代永流传